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导别人不需要预备主的在来 更反指预备主在来的教会是异端 邪教 他们并非今天升至理直气壮地说 现在不是末世 事实上 在他们的懒中 这二千年来 任何说现在不是末世的基督徒都是正确 因为末世的确没有发生在他们的时代 虽然预备末世是神给予所有基督徒的命令 但越到后期 他们就越发嘲笑等候主回来的一群 他们将这群圣徒对比于于童话故事的朗来鸟 看这群使徒的教训 也只是朗来鸟的故事 虽然使徒们不断叫人预备末世 但主却还未回来 所以他们认为这群圣徒 好像不断叫朗来鸟的小孩 仿佛在捉弄其他基督徒 再者 他们会质疑 既然这群使徒知道末世临到的时间 为何这群使徒 甚或主耶稣 都不清楚说明主回来的时间呢 假如他们愿意说清楚 过二千年的基督徒 就不需要浪费人生的任何一分一秒 去预备主的在来 所以 这群自以为比写圣经的使徒 更聪明的牧师和基督徒 就不停恥笑 嘲讽 甚至迫白那些每日预备主回来的真基督徒 到了现代 他们更是变本加厉 不单自己迫害其他基督徒 甚至联合传媒一起攻击 选择与世俗为有的外邦人一起 站在同一阵线 一同攻击预备主回来的教会 石安教会过去三十二年的经历 豈不是这个现象的真实写照吗 石安教会 正正因着按照圣经的教训 预备主的在来 就成为了一众教会 以及传媒攻击的对象 你能不能想象 神给予这帮人的审判 会是多么大呢 他们是否可以 和这帮受他们攻击 仍然愿意听从神的话语 不断预备主再来的真信徒 一起上天堂呢 就如《路加福音》十四章提及大言席的比喻 当高阳婚宴已经预备好 神不断打发仆人出去请人入席的时候 那一群于历代历世当中 不预备主再来的基督徒 即使身为基督徒 却不断只为自己于世上的吃喝玩乐 和所谓梦想而花尽一生 甚至推辞主人的邀请 最终这位主人就会将这帮不怨附席的人随去 《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至二十四节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者话 就对耶稣说 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 有一人摆设大言席 请了许多客 到了坐席的时候 打发布人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各样都齐备了 众人一口同阴地推辞 头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句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句说 我才取了妻 所以不能去 那伯人回来 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 对伯人说 快出去 都成呂大街小巷 领那贫穷的 残废的 黑眼的 强腿的来 伯人说 主呀 你所吩咐的已经扮了 还有空座 主人对伯人说 你出去到路上和尼巴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得上我的言跡 因此 我们也会明白到 启示录提及被提日子的三个身份 就是身父 童女和宾客 而新约碎料的圣徒 也会于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一同被提 但他们的被提 是为了参加高阳的婚宴 因此 历史上 连最低资格的 宾客基督徒 都要于在世时间 预备等候 盼望主的再来 才可以在启示录时代 于号筒末次吹起的时候 被提参与高阳的婚宴 所以 过去的新约时代 神是以第一点的谜题与谜 及第二点 每天等候主的再来 去塑造祂的教会 石安教会 正是因着忠实地 按照新约的经文 作出预备 而行到今日 不断解谜及预备主的再来 虽然这些练习 彩排 大旅行和大度假后 末日并没有有如期搬来到 但我们并不是戏旅 相反 会明白到 这个是神所设定的美丽误会 因为 既然神引导我们 作出种种预备后 每日仍未临到 我们就明白 原来忠实地按照神的引导 作出种种预备 正是神给予我们 甚至是过去所有新约基督徒的使体 神早于2000年前的新约圣经里面 为后世每一位基督徒 预备了一条测验使体 这条使体可以横跨整个2000年的新约时期 测试每个世代的每位基督徒 这条使体更不会因着时代进步而过时 甚至每位考生花尽一生都不会完成作答 这条测验的使体就是一生预备主在来 因此我们明白了 虽然在其他人眼中 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看似是浪费了 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但假如我们以考生 于学校测验的角度来看 就可以更尽心理解 就于学校测验 考生测验时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虽然花了数小时 努力解答一个又一个难题 密密麻麻地填满数本答题簿 但最后当老师改卷完笔 派发给学生对卷后 整本答题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也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最终都会被弃掉 虽然考生写下的答题簿 并没有完成任何有经济价值 可以换取金钱的工作 但却成为老师评估学生成绩的重要指标 我们知道 每位学生于学校生活中 都并非只应考一次 而是每年都不断有 大大小小的测验和考试 去测试考生的程度和评分 每次试题都不同 目的就是准确测试 学生于不同时段的成长 在基督徒的一生里面 神同样定了一条试题 可以用来测试历代历世的基督徒 并且一生的任何时段 都可以借着同一条试题不断考核 试问有什么方法比这个方法更好呢? 假如这个是考试 我们就会知道 面对一条极艰深的试题 一定会有人考第一 同时也会有人不合格 这个正是考试的公平性 所带来的必然现象 大家又是否发现 当外面教会的基督徒 面对这条试题 不单止连一句答案 都无法写上答题簿 甚至接到试卷时 以立即一手试难然后离去 试问他们又怎样可能 在考试中获得高分呢? 相反 我们却是倾尽所有 一次又一次 尽力地填写这本答题簿 虽然每次考试的答题簿 被填满后 就无其他用处 但我们却于神的眼中 成为合格 甚至考第一的一群 石安教会也正因为跟从神 预备主的在来 才会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带领 最终在预备主在来的过程中 成为神眼中最优秀的考生 领取历代历世以来 所有基督徒都羡慕的大奖 就是得着从未有人知道的 星祭启示录奥秘 因而完成2012荣耀盼望信息